總會長副總會長還有各位會友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各位來介紹這個主題 我們大概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問一下 在這個教育訓練之前 有擔任過評審的各位舉個手 所以不到一半 有看過評分表的各位舉個手 也不到一半 今天有發評分表 所以你今天都沒有看嗎 有嗎 好 所以接下來要請大家拿出 中英文的集席跟講評的評分表 這個呢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大綱 主要第一個會談的是 當我們開始接受邀請變成演講裁判的時候 我們應該準備些什麼東西 第二個部分呢 當我們真正進入演講比賽的時候 我們又需要注意些什麼東西 最後呢 我們在這中間會讓大家做一些講評 做評審的演練 那第三個呢就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在最後面來跟大家做說明 第一個呢 我們的評分表分成兩部分 上面呢是我們的評分區 不管這四個比賽 哪一個比賽 它的評分表的結構都是類似的 上面呢都是評分區 下面呢是評審結果 對於我們在做評審的過程中呢 這個部分在整個評審結束之後呢 是我們自己評審收回來的 下面這個部分呢 就會有承辦比賽的這個單位呢 把這個評審結果收回去 所以這個我們自己留在身上 這個給主辦的單位 OK 好 那在寫評審結果的時候呢 我們有三個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呢我們要選出前三名 然後不可以有同名次的兩個人 比如說我覺得 第一名很明顯 但是二三名不明顯 所以我把第二名呢寫兩個 這樣子不行 第二個呢 務必三個名 前三名都要填 不然的話這個選票呢是無效的 所以一二三名一定要強制排列出來 不然的話你辛辛苦苦評出來的 這個結果呢是沒有用的 第三個呢 要記得評審名字跟 這兩個評審名字要簽喔 這是 第一個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部分呢 我們來看 集齊問答的評審的標準喔 我們主要在集齊演講的部分呢 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呢是演講的內容55% 表達30% 用語15% 這個部分呢是屬於他們規定的內容 所以大家 可以針對這個內容去看 裡面的細項喔 我主要講的是大項的部分喔 在內容的部分的話主要是看的組織結構 到底這篇演講 集齊演講 兩三分鐘的演講裡面 有沒有 清楚的 開頭 本文 跟結尾 組織架構到底有沒有很清楚 第二個呢 他的演講效果呢到底有沒有達到 目標喔 每一篇集齊演講呢 他也是一篇演講喔 所以他應該也會有一個 我是要娛樂大家 還是要告知性的 還是 說服性的 所以 集齊演講兩三分鐘聽完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很清楚明白 他這兩三分鐘 他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樣子的目的喔 一篇好的演講最後都可以濃縮成一句 我們所謂的 key message 關鍵的訊息喔 那你聽完 這篇演講之後 你有沒有得到這樣子的訊息 夠不夠清楚 那在表達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分成 肢體動作跟聲音的部分喔 肢體包含哪些 手勢還有呢 表情還有呢 走位吧 像我這樣子走位嘛對不對 聲音的部分呢 聲調還有呢 音量的大小 還有呢 速度快慢嘛 OK 所以這是聲音的部分喔 用語的部分呢 我們分成15% 如果以中文 假設我們現在是比中文比賽的話 什麼樣子的用語是不恰當的 非中文的語言出現在中文演講裡面 比如說我講了一個英文 或者我講了一句台語 在比賽裡面呢 我們比較不希望 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所以在平的過程中呢 這部分人就會斟酌的 扣一點分數 OK 好 這是集齊問答比賽的三個主要的評分的項目 好 來 我蓋起來 第一大項是什麼 這個分析的能力喔 你是不是真的很精準 很有邏輯 很有條理的 把它說明清楚 這個呢 是我們在這邊的分析能力 那這邊的30分呢 就是剛剛所說的 當我們給它優點 也看到它建議 缺點之後呢 我們要給它建議喔 這個就是建議的30分 然後在建議部分呢 我們呢 的重點就是要提供具體的改進方法 很多時候我們在做評審的過程中 我們會看到參賽者 在給 這個示範演講講評的過程中 他點出了 你可以 什麼地方可以做一些調整 但是這種東西呢 都沒有講得很具體喔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呢 會斟酌我去做一些分數的扣分喔 這個是在建議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請大家特別留意的 你的參賽者是不是有給具體的 改進的方法 第三個呢 在表達技巧的部分呢 我們會特別看那個點就是 當我們提出來 你這個部分 演講者這個地方講得很好 然後我們要開始要講它缺點的時候 通常 我們在這中間 會加一些緩衝句 先講有點建議然後再講 優點缺點 然後再給建議嘛對不對 就是 優點跟缺點之間 我們會給一些緩衝句喔 比如說 你這邊做得不錯 藍額你在什麼地方 可以再做一點調整的話會更好 類似像這樣子一個 語氣的轉折的過程中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緩衝句 它一開始要讓你 先給一些讚美之後 開始要給你建議的時候呢 它不希望 讓你那個 氛圍馬上就掉下來 所以我們中間會有一些文字 來去敘述 我們就把這東西呢 稱之為緩衝句 所以我們在做 講評比賽的評審的時候呢 我們會特別關注在這個 這部分的句子 它是怎麼樣去陳述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和緩的 讓我們的 接受講評的人可以接受他的建議 OK 這個地方是 在表達技巧部分 我們會特別留意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總結的部分 很多時候我們在 參加 去看這樣的一個講評比賽喔 在做 最後摘要的部分呢 通常都是來不及沒有時間 做最後的摘要 所以 就我之前評審的經驗喔 通常 摘要有獎的 大概就前幾年 但這個是屬於 分會 層次跟分區的層次 但是到全國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在社團 在各個分會 或者是在area的時候呢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只要 他的 summary 有來得及說 而且說的完整的話 他應該就會前幾年 就我們的評審的經驗 來看是這樣子喔